台师大艺术学院第13任院长交接 31日下午邀请众多艺术界人士蒂玲 并由台师大张国恩校长担任尖交人 让李正明院长交接给新任黄敬龙院长 张国恩校长在致辞时 感谢李院长任内的多项建树 对我们艺术学院的发展 会有非常大的革命性的影响 我们设计性成立 这个是师大把免术的部分转到产业 一个很重要的改变 他在整个免术馆新大屋的建设上面 做了一个很大的推动 而对于新任的黄敬龙院长 校长也给予很大的期待 希望艺术学院能更加往上提升 他非常年轻 代表我们终生代的结起 而且也代表师大未来的一个变化 因为李院长奠定的基础 黄院长未来一定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 可以发挥得更好 那我们也期待我们新的院长 能够带艺术学院更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要在更开放更自由 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的发展情况底下 让我们的学生更有创意 我们美术系除了做艺术以外 我们要面向社会大众 我们要面向未来的挑战 我们要往上提升 夏园记者叶骗轩报道 我们要看好 能够带艺术以外 第二 troubles